词曲 李宗盛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喜欢吃这个泰国餐 那么在20多年前呢 在丹中多宫那边 就有一间泰国餐非常的出名 那就是Yellow Light 华语叫做黄灯 那么今天呢 Yellow Light这间restaurant 他们已经桥圈到 Joshtown这里 这里这个地带叫做 8间8号 OK 所以我们有机会 在城市也能够享受到 非常道地的泰国餐 而且他们的这些泰国餐 都非常的精心制作 非常的优质 在我旁边 是他四位东主的其中一位东主 非常亲切 叫阿环 你好 大家你好 OK 那么这个阿环呢 今天准备了 123456 六道菜 向我们的观众介绍 第一道菜他想介绍的就是泰国餐的一个非常代表性的食物 叫做一口一包 Main Cup 对 Main Cup OK 这是我们的招牌 就是一口一包 泰国语呢 叫做Main Cup 里面呢 虽然看的东西都很普遍 里面有虾米 有洋葱 花生 椰丝 酸肝 小辣椒 跟酱片 就要加三老叶 里面这道菜里面的东西呢 都很普遍 吃的时候只是这一个料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料 那个Main Cup 吃着就是没有那个味道 里面呢 如果你包了 那里面的东西 包下去的话 就放些虾米 三老叶包 放些酱就咬 你能够咬到那些 有酱 有葱 有酸 有酸肝 有虾米 花生 的那种香味 与种植不同 因为每一道泰国餐里面呢 都有这道菜 只有味道不一样 而且那煮的方法都不一样 泰国餐有分为 南部跟北部 一个一个地方的泰国餐 如果是曼谷 跟青辣的泰国餐都不一样 个人个人的口味 面看很多种 有的比较清淡它的酱 我的是注重浓缩 因为浓缩 咬起来有那种香味 这样简单 忘记告诉大家 阿环也是 后面的大厨师之一 所以他能够给我们的 一个很全面性的了解 这道菜 OK 就这样我们来试试看一下 好不好 来 阿环来示范一下 首先呢 再拿叶子来包 再把叶子转一转 OK 里面呢 如果你要吃辣 你可以加小辣椒 不要辣 你可以放在酸干 一粒的酸干 一个姜片 OK 一个花生 一点点的花生 蝦 花 椰丝 小洋葱 虾米 OK 如果有吃辣的话 你可以放小辣椒 如果不要辣 有人不吃辣的话 你可以放不要小辣椒 都可以 酱呢 是甜的 如果你放酱呢 越放越多就越好吃 你能够咬到那个味道 如果少的酱 就没有那么味道那么好 那么也就是说要吃这个面烤呢 这个酱料要放多一点点 才能够 对 你能够咬到那个味道 你吃的时候你咬下去 你能够咬到那个洋葱 虾米花生姜 还有椰丝的味道 有香 有辣 有酸 有甜 OK 这样你先吃吃好不好 先来做大小辣椒 OK 谢谢 谢谢 想要味道想给点意见 非常适合我们这个 冰城人士 因为它绝对是不会走极端的路线 非常中庸的路线 在味道方面呢 非常的柔和 吃了非常的酸口 想吃了一口又再一口 OK 好 现在我们再介绍第二道菜好不好 好 第二道菜就是我们的招牌菜 就是酿鸡翅 就把那些鸡翅 鸡翅骨了 就放些泰果料 拿去炸 炸的话呢 那个油呢 也不可以太热 也不可以太冷 就是刚好上锅 刚好那个味道就香脆 如果如果把炸黑了 那个味道就不好吃 所以注重就是要这样 所以这道鸡翅翅膀就是没有骨的 里面就放在泰果料拿去炸 这一道 酿鸡翅翅膀 非常适合小孩子吃 因为没有骨头 没有骨头 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持那个 鸡翅膀的形状 那么里面呢 有很多的馅料 哇看得非常可口 流口水啊 可以让我先吃一下啊 好你先吃 它的肉并不老 非常的鲜韧 这个呢 绝对不像我们的那个 Kentucky 这个是泰国式的 非常特别 里面没有骨头的 OK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道鱼了 这鱼就是三位鱼 里面泰式炸鱼 这里面呢 我们放些小辣椒 酸酸辣辣甜甜 因为泰国菜呢 每一道都只有酸辣甜 如果没有酸没有辣的话 那一道就不是泰国菜 所以呢 吃泰国菜一定要好像说有点 心理准备就是有点挑战哦 有酸酸辣辣这样 吃起来才是有那个泰国的味道 这也是我们招牌之一的鱼 就是炸那个鱼 炸了泰国的酱下去 你都可以试看 OK 那么这个炸鱼 鱼本身还有在做什么调味料吗 鱼呢 把它去了 好像说 去骨了就切成肉 就把它拿去炸一炸这样 料呢 是注重在这个碗里面的酱 鱼是很普通在炸 料注重在这边 泰国菜就酸酸辣辣 这个酱就比较要紧 OK 这样看量子 所有的密切都在这个酱料里面 OK 来 所以酱料放多一点点 要有挑战性 我有心理准备了酸酸辣辣 一点点 嗯 嗯 哇 真的有挑战性 不过 这个才叫做泰国餐 不然不是泰国餐